這一張作品就是大東式地公園 一場畫展都是藝術家醞釀多年的成果 防疫期間各式藝文活動都暫停 有時等了好幾年的展覽檔期就這樣被取消 畫家謝惠啟的歌展就在近期開展 他自行拍攝展覽現場 透過社群網站及通訊軟體的放送 得到許多網友回想 我個人剛好就在疫情的期間 開展 那我就跟朋友討論這件事情 那朋友們就建議我可以做一些影片 然後所以我覺得我學到最多的是跟他們互動 那互動是療癒自己也是療癒別人 就是別人的回饋 事實上也給我自己帶來很多的建議 跟未來的一個方向 這一張作品是我以比較心靜的 非常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比較屬於多視點的一個風格 那所謂的多視點就是說 很像我們去一個地方玩 然後呢拍很多相片 然後回來呢把它組合成一張圖畫 謝慧啟透過多視點構圖 呈現出場景的豐富性 就像他的宣傳方式換個角度思考 同樣讓許多人發現他作品的美好 得到的回想與讚賞反而更多 人間衛視五湧曲 高雄採訪報導 到 到 感谢观看